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即市攻略的环节 先和大家跟随一下中港股市最新的走势 上证指数现在升幅0.89% 升29点 最新是3,367点 深圳城市最新是升1.055% 11,347点 升118点 沪深300指数升幅超过1.1% 3525点 升38点 创业板指数升幅1.3% 升31点 最新是2436点 至于港股方面 升幅稍微收窄 最新是23,064点 升176点 升幅0.77% 国企指数方面 升幅保持1% 升幅118点 最新是10,673点 这一节嘉宾请来Wafi 和我们讲一下焦点的股份 Wafi 你好 你好 这一节我们讲讲有帮保险 推高大市 有帮保险公布了第三季业绩 数据非常之好 因为大家市场上 都是估计它的新业务价值 因为基数比较高的情况之下 这一次应该升幅只是 轻微有十几个百分之增幅 谁知道出来的数据 都是令市场有惊喜 新业务价值升到25% 去到5.52亿美元 而新业务价值的利润率 仍然可以增长 是增长8.4个百分点 去到57.6% 看看中期的时间 新业务价值利润率是50.2% 为什么新业务价值仍然可以做得这么好呢 如果以有帮来计算 当然不断分析它的业绩 或者看它每次出的跪迹上来说 第一个数目一定是提升业务价值 这个数目好不好 常常都会回来 令股价升年跌 或者是做一定点的 而的确说 随着之前 这么多季度 这么多年度 新业务价值这么强的增长之下 其实今年回来 本身大家已经对有帮 这方面的看法 其实就转出去审讯了 之前都是一成多两成左右 而之前半年来计算 都好像两成左右 所以变上 今次第三个出来 如果以按固定的回律计算 新业务价值都依然 按年增长一定是两成半 其实真的做得是比较理想的 而特别你说 新业务价值的利润率 更加都有8.4%的增速 这个当然你说 为什么会这么强呢 当然是关于它个别地区性因素 因为其实它很多地区都有业务 特别是亚太地区 或者是中国 或者是香港 如果以新业务价值上说 比较少少拖累这个数字 除了可能南韩 但其他也是一个不错的 所以你看到整个数字来说 是挺理想的 都见到依然保持这么强 或者叫做好过大航估计 所以变上你说 今天回来 要做得不好 其实就相对比较难一点 我们都看回了 其实大航为何估计这么审慎 譬如法巴 估计新业务价值可能增幅只是1.9% 已经算是比较乐观 因为德银估计只是岸年可以上升到1.4% 大家的看法 保守一点是 因为都估计上半年的时间 亚洲货币贬值 对于新业务可能都有些损害 或者有个影响是3% 还有有关影响去到下半年 甚至是扩大到7% 还有就是同期的时间 股市也有逆转流和向下的情况 还有有关保险 其实他们应该都有投资在金融市场上 为什么他们没有受到影响 反而还可以做得这么好呢 当然这方面 为什么你说个别大航的估计 会和实质数字好像有这么大出入 刚才提到新业务价值 就是按定匯率计 万年升两成半 我相信个别大航的估计 就是以实质务率计 都在害怕 因为会市的波动 令到他们的数字会有点出入 因为刚才趋势也说到 以有帮来说 似乎很多业务都在阿泰地区 例如如新加坡、泰国 而今年回来 特别第二、第三季 不相对这些地方 会率其实动得挺重要 或者跌得挺明显 所以大家担心会拖累到表现 所以如果以有帮来计 除了看固定匯率的数字很漂亮之外 那可能真的 你拿起实质匯率的数字去看 如果以今次来计 以实质匯率的数字去计 其实它是第三季 国生业务价值 都仍按年增长一成八 都教会刚才说的 例如平均预期一成半 是为之理想的 都挺意味着 其实 在虽然有匯率的一个因素影响之下 但有帮依然可以保持到 那么强的表现 明显的都是得一番几件 一来就是它本身 增加在各地区的优势上是明显 令到它成统方面的控制 可以叫做比较理想 而这也是另一边商 令到利润率方面 可以更明显再提升的另一主因 而二来就是 当然是很关閒各地区的一些地区因素 因为刚才说到的 可能很多的亚特地区 都有它的演务 而的确某些地区 面临着货币的一些贬值因素 但其实今年回来 偶邦都是和花旗 在内地都有些合作 在银保方面的合作 帮他们做一个推销和销售 而以内地的演务来说 虽然这个第三个业绩 就没有确实公布各地区佔多少 或者比重多大 但如果以中期业绩上看的时候 其实中国已经攀升了 第二大占比的一个地区 所以亦都见到一个强劲增长 所以变成以今次来说 我相信都是有机会 是因为内地的部分 都应该做得好 而令到整体的数字上说 都应该是比较不错 当然可以是这样做推压出来 所以见到就是它部署上说 特别在地域上的部署 其实都应该做得比较理想 我觉得令到业绩出来 可以叫做是比较好 而另外另一个问题 就是在于股市方面 始终保险股一直都是 你收了一些保费回来 可能投资方面都是选择一些股市 债市 戶市 就是全部买下去 看看那个回污是多少 的确是 如果以股市波动或者股市差 大家很多时候都会担心 就是保险股 会有个比较大的拖累 但如果以这方面的情况 似乎暂时在有帮方面 不是太见得到的 因为特别是 在这季度来说 无论外围的市 内地的市 或者港股来说 其实都是做得比较差的 所以如果按照这样的推敲 理论上这一边 都会影响到有帮这季度的一个表现 但你见到结果出来就没有了 既然灭组仁的半身一例 比重上的调配 是比较好一点 可能在股市方面 不算太大比重 反而在债市方面 比较重一点 令到债市潮污波动性 没说那么强 或者没说那么大 所以相对都可以叫做 令到那个回报 或者投资收益方面 是保险得到 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说 都会影响到这件事 你可以见到有帮方面 其实真是一只叫做 挺硬正的公司 无论市场 你说是多大的波动性 或者外围情况是多差 都好 它依然每个季度 都可以交到这么理想的成绩 所以对它的看法来说 的确是比较理想 Rofi 我想大家都关注 他接近地区上的部署 可否维持到优势 都看到他在东盟地区的业务增长是放缓 刚才也提到在内地方面 他和花旗银宝的合作 都带动他的销售代理 或者渠道是多了 但大行都估计 他在香港和内地业务 遲早增加 可以抵消 他在东盟地区业务增长放缓 还有为什么估计 新业务价值有双位数的增长 是因为当中有七成半 是由稳健的中港业务推动 你看中港业务 是否继续成为 它一个增长的动力 我觉得这样说 中港业务 我觉得可以成为 它持续着业绩的一个因素 但是你说随着 特别在香港方面 业务都走过一段时间 其实都相对成熟的话 很难要求的增速是更加之大的 但是香港无疑 即使增速不高也好 那个数字一向都保持很稳定 所以对有帮盘数 我觉得都是叫做温得温宅 反而另一边商 就来看内地方面 因为内地没错 刚才提到 这一就攀升到第二大占美的地区 甚至乎增速也是快 但是就要看下来 随着攀升完之后 或者是越续越好之后 究竟能否保持强益增长 因为其实内地那块饼 还有一段时间去做 我觉得还没那么快 叫做去到顶 或者是增速慢慢下来 所以只要来内地那边 是可以做得好 我相对真的 挺同意大伙所说 其实有机会可以抵消到 其他地区的一些反复 或者波动的情况 说明上有帮的前景上看 我自己都依然是一定的信心在那裡 明白 我们看看股价的表现 看到今早烈口高开 最高去过47.2的水平 就是重上100天线 你觉得后市的话 它突破了这条100天线 是否会继续向好 如果以邮邦来说 其实那个势力真的挺不错的 因为其实早前就跟上市 8月份跌下来 加上那一刻 一些新英国家货币跌得急 都有个受虑 但之后你看到8月到9月 或者到10月初那段时间 都仍在大概40至45元这几元 不断上落 打了个底 去到近期 一下子突破了大概 44.5的阻力位 现在变成了支持 更加随时话说 今天也突破了100天线 所以只要我相信这样说 短期的能够站在44.5的阻力上走 其实我相信有条件 是试试一下大概50元边的水平 因为其实50元边这个位置 你说是否很贪 其实真的不是 因为以现价比 都是涨到一成左右的一个水位 甚至乎以量度的升幅上看 这个区间都大概是7-8元 如果以这样量度上去 其实应该不止50元 所以以中线的角度来说 慢慢的 有邦绝对有机会 试试回50元 但在前提下 市场也要靠坏一些 因为市场是反复的 有邦要不跟跌 相对可能比较难些 零达时间也差不多了 再和Wafi做新报 刚才说过的股份 有没有持有的? 也没有 多谢你的分析 一会儿回来会有普通话的直播环节 待会再见